規劃 首先當然是不要發胖 因為去年記者會的時候實在太慘了 就是兩題中的那一趟 直接把我的經紀人給欺詐 所以就是還好今年 也是春節的時候都沒有吃東西 就是躺在家裡一個禮拜 呵呵 因為你知道 肉圍我常吃就是有點吃 然後你都心裡有 最喜歡吃一些東西的時候有解掉嗎 因為我超愛吃甜食 我超愛喝珍奶 就是雖然糖分不是全糖 但是就是每天要一杯 以往習慣了 還可以一定要喝一杯 所以今年就很認真了 咬緊呀 我就是不喝 對 誰在敢說我燙 呵呵呵 誰 很敏感 很敏感 體重差多少 體重差多少 我去年有量升到60公斤 然後我今年就在有捷運拍最少人 誰會把你上 他的話我就是 超越捷運的這種偷拍事件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怎麼會是我 我怎麼會遇到這種事情 因為其實我當下很錯 就是粉絲他第一次跟我講的時候 是我正在展場工作 所以我以為他是跟我說 我在展場被人家偷拍了 所以我也問了當時的就是工作人員說 欸剛剛有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人在偷拍 那大家都說沒有 然後是直到他傳影片給我 都偷偷拍 其實就說天哪 我怎麼會 然後連搭一捷運 然後都會拍到這樣的畫面 而且其實我平常是有習慣 就是出門都會穿安全褲在裡面 但是就是 呃他拍攝的角度真的就是會 呃 引人傻想 就是可能大家也會 即使知道那是安全褲 也不覺得那是安全褲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是靠捷運偷起來的 所以就是 我後來搭機 都會開門 因為我很喜歡穿短褲 對 其實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我也不太敢穿短褲出門 然後也就是 這個要鼓勤大家 這個身在搭機 主要主力就是做到的環境 對 沒有 因為你們也就像是 出來 有線路 也就是 你看 是 有線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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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是 有線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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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脚出浪贴 保险暗闻的生意满贴 不停 四年内 暗闪的风景 生活的游戒有难贴 人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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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传统的风景 再创业之后生意满贴 梦灵光业满贴 人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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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